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 但沙漠之中却是五彩缤纷的世界 红褐色的沙层之上 一道道黑色的油记格外醒悟 它们是天然的油画 更拥有不菲的身价 这是沙漠之中的石油开采平台 像这样的平台在这里还有很多 它们不规则地分布在 占地达3200多平方公里的 世界最大陆上油田之中 油田通过公路系统和石油管线 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港相连 它为整个波斯湾地区 贡献了30%的石油储量 而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储量 则占据了全球的40%以上 从数据上来 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分布极不具有 而从纬度分布上来看则更加清晰 大油田储量主要集中在 北纬20度至40度和50度至70度 两个维度代表 北纬20度至40度内有波斯湾 北非油田 以及美湾 这里集中了全球近半数以上的石油储量 50度至70度之间则有北海油田 俄罗斯的福尔加和西伯利亚油田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 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 根据2019年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 中东国家石油储量为1129亿吨 占全球的46.18%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部 剩余碳明储量超过100亿吨的八个国家中 波斯湾地区占据五席 东欧地区剩余碳明储量约195亿吨 它们大多分布在离海周围的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以及阿塞拜疆三国 占全球总储量的8.1% 西欧地区的石油储量 要比东欧小上一个数量级 约19亿吨的碳明储量 仅占全球的0.78% 它们主要集中在挪威 英国和丹麦三国 如果将亚洲部分的俄罗斯西伯利亚 阿塞拜疆 以及哈萨克斯坦数据排除在外 整个欧洲地区的石油储量 将成明显下降总值 非洲则是潜力巨大的石油新兴产区 166亿吨的碳明石油储量 占到全球风格的6.79% 它们主要分布在北非与济内亚湾 利比亚 林日利亚 阿尔吉利亚和安格拉 位居非洲原油储量的前四位 排名紧随其后的南北苏丹和埃及 也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北美三国 地大物国 363亿吨的碳明石油储量 占全球的14.85% 而这363亿吨中 加拿大就占据了237亿吨 位列世界第三 美国石油主要分布在美湾 其中德克萨斯和俄克拉河马州最为显眼 当然 阿拉斯加也是重要的产油区 中南美洲的石油储量为509亿吨 占全球的20.82% 其中 委内瑞拉 巴西和厄瓜多尔 是胜于碳明储量最丰富的国家 石油储量达407.6亿吨的委内瑞拉 位列全球第一 它们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马拉开波湖地区 以及东部的奥里诺克河流域 巴西的石油储量主要分布在海上 东南部海域的坎普斯和桑托斯盆地 是巴西原油储量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厄瓜多尔是山地国家 安地斯山脉纵贯南北 石油资源主要蕴藏在东部的亚马逊盆地 最后 我们来看亚太地区 这一地区61亿吨的剩余碳明储量 仅占全球份额的2.49% 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 印度 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 但区区2.49%的全球石油储量分布 要供应47亿人口的石油 可以说是杯水车型 近些年来得益于南海的勘探潜力 越南的石油储量增长迅速 已超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并且有望赶超印度夺取亚太第二的位置 在梳理全球石油剩余碳明储量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储量最大的国家并不是出口石油最多的 这里需要引入石油开采成本的概念 这是世界上14个主要产油国的开采成本对照图 中东国家的开采成本大部分都低于10美元每桶 再看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 俄罗斯的优势已十分明显 这也是俄罗斯成为世界能源出口国的主要原因 1960年 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成立欧佩克组织 目前拥有成员国13个 虽然在原油的定价上 欧佩克不及欧美等国更具话语权 但该组织可以通过控制产油量 来决定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向 截至2021年底 欧佩克成员国石油储量 占全球总储量的71.7% 它相当于一个石油价格缓冲值 控制着油价的起落